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帖市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金二 欢迎收听每日股评 来到美市 看看美股期货现在情况 全面靠稳的微升 升幅介乎0.02至0.52%之间 美股期货不错 现在恒生指数美市跌幅 缩较50点报27208点 看看成交额榜上 继续升得最厉害 就是那两只前排推介 长城汽车升15% 禁风里游升13% 另外还有比亚迪升6% 顺羽升6% 很多消息 中午早上都已经说过 可以看看有没有新消息 例如有科技巨头 个别有些消息 例如美团向河南捐款1亿人民币 免费开放郑州的倉庫 63万件的生活物资 都很爱国很政治正确 足够帮手救灾 但股价就没有特别提振 但是股价就没有特别提振 继续都是轮向下的 现在下往这个264.2的支持 至于其实腾讯和快手 又有一些监管相关的问题 不过本身都走弱了 就没有特别因为这个消息而走弱 网上办就说快手 腾讯QQ等平台 就涉及了 软息情等问题 就被约谈处罚 腾讯本身都已经是向下了 这前几天 都是其中一个 比较好的做淡资算 因为它跌 你见过市现在跌幅数债 倒得回0.1% 但是腾讯就跌1% 如果你是买这个7500 今天恒指大约跌1% 你就可能升2% 就不知做什么了 所以呢 其实就始终做淡是一个反向的 或者应该是很短线和高风险的操作 如果你是 譬如你买了一些 6-8倍最一杠杆的腾讯的红 你今天就应该升 都接近一成 都不够一成 其实你有些股份都升到一成 所以其实又不是说 一定要跌市 一定要去做淡 视乎自己的喜好和风险位纳 这些其实科网巨头都继续走弱 虽然美股缩了一些跌幅 但是仍是一个 已经四连阴的状况 以腾讯来说 更惨一点的1024快手 其实又是在破新低 创上市新低 昨天的新低是136.2% 今天油厂新低 低见134.2% 本身已经很疲弱 还不停有些监管风波 所以这就是最惨烈的一只 从头彩到尾 除了这些科网巨头的一些消息 来到美市又可以看一些 车股方面的消息 除了 除了就是长期 今天出了这个中企业的增长 纯粹增长超过两倍 很强劲之外 其实整体行业都有好的数据 就是中企业就说 上半年汽车商品出口额 金额就大幅增长61% 都令到车股是有受到提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车企业的消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车企业相关的消息 都是数一数 都没有特别会建议现在买的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之前买的 今天创新高的 今天就之前历史高位 长期历史高位31.38% 现在就今天创了历史新高是32元的 其实都是少少的 但是现在美市还站在高位 报31.4% 其实它只要今天收30.7%以上 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创新市新高 所以如无以外都会收得到 所以应该都是收货 就继续持续持续 其实它现在是开展了一个升浪 明天回到一些都不出奇 今天升得这么多 所以不是很建议现在出售买 但今天如果明天收回 只要它不穿30.7% 其实还是很OK 就维持突破 如果真的 Roberts 开始切留业会否转弱 其实是为26.6% 如果把买了才算 所以都是继续抓住它 就不会这么快自己赚住了 但可能有些会很短线的 喜欢快一点点 其他的车股 主要的车股 还有吉利 都上榜 升2% 但也不是强 1211是强一点的 因为之前216.2的底 其实今天总算是站稳 但如果说要强到要买 我想起码突破这个顶 就232.8 但如果之前捱着没走到的 Strong Hold的 现在就可以继续去铁住 其实今天还有一些电池相关的消息 所以都比较利好禁风利益 或者整个电动车的板块 Tesla的行政总裁Elon Musk 就在社交媒体中说 公司的充电站网络 未来就会向所有国家的 其他电动车开放的 这个其实应该都是他们本身 一向发展的路向 支援了整个行业 一起做大个饼 还有他本身就不是打算做车 是做一些电动车的支援服务的业务 才是主要 其实只要这个行业发展好 其实他就怎么都会有利他的 就算将来真的有其他品牌 抢得到他的市占率也好 这个我就持有了 Tesla就是 其实他说了这个消息 其实刺激到A股的理电池板块 今天整板急升 普遍都升超过5% 有些就涨停了 有整20只涨停了 包括禁风利益1772 他那只A股就涨停了 所以因为A股已经涨停了 去到一成就 所以他就变了 港股这边就无标的地自己在飘上去 赌高件174.1 美市就升幅缩窄 因为都很多获利盘 会有些短线 甚至是炒即日的投机者 美市会沽一沽货 升了这么多 你单日都赚一成 如果不是 除了你不是那些短线的 其实也会继续持续 又是升了这么多 回到一些都很不出奇 所以就不建议这些位买入 这些都是之前的推介 可以提高一些 假设你是短线 但不是超级短那种 我会放144.9做第一个位 然后141.1 穿第一个位才开始减 所以就算明天如果回回 都是一个正常的正常表现 因为之前一直上来都是 其实它破了顶 破顶之前都不是一下子冲得到 不是一下子冲得破的 不过还有一个 就是284.9 刚才说了A股的理电池股 部分很厉害 因为港股又是这一方面 如果说到电池就比较低 说到做理业资源 禁锋理业 3993也算是 落木也升6% 这个就 企稳5.6毫一收 就可以看5.9 指示位可以放在5.3 其实就是A股的理电池板块 有很多选择 又回到这只284.5 今天升5% 如果你是部署A股的板块 其实可以抗这一只 当中强劲资算 当然是 它会有一些股价变动 或者有调动 但是没有记错 之前 如果现在也是的话 第一大磁仓 应该是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也是 高位到回了两天 会有一些获利盘 又或者大家可能 都跟着资金一起获利了 或者走了也好 没有走到也好 其实现在这只284.5 都可以继续持住 因为它的主要磁仓 宁德时代也上升 还有比利禄减次的比亚迪也上升 禁锋更加是破顶顶 它里面还有很多 没有香港投资者熟悉的 一些产业链的公司 现在再上 其实就可以放到一个 比较 因为之前是纯粹高位回 就跟着获利 如果你现在 看到很明确的支持 就是164.8毫半 就做到现在的一个 止赞止涉位 跟着上网 先是183 跟着就是183 跟着就是183 跟着就是看破顶的了 跟着呢 回到减加榜 又看看股份 这只特报 都突然间跌了很多 跌上榜 跌6% 今天呢 记得就有观众 想看下 好没有买 这只特报 这样的 就 不是很建议 因为它本身 都挺好 挺炒得劲的 也炒高了很多 自从 謝霆锋入股之后 有到新疆棉事件 还有本身近期 这一期其实是 很热炒内税 一来又贸易战 二来又 就是 憧憬着 通胀 消费 释放 还有 因为其实都刺激 内税 那车是其中一个 重点刺激的板块 但是 特报 如果看位 就13.68 跟着就是13.3 那就全部穿了 现在是12.74 所以就在高位 做一个 类似 就是头肩頸 是比较危险 下个支持 不一定的 因为 我们是 看图 只能够看资金的情况 但是有些人 是会 就是 有些人 是可以控制到 那个图的走势 如果有些资金 是 所以 纯粹只能够看 穿了这两个位 就很危险 因为看到就没有资金出来 现在暂时 下个位置 可以看到8.88 所以这些位置 就 非常之危险 尤其是人家炒高了一阵 那 不好 就不建议现在买了 甚至有货的 是不是都应该要获利 那 理论上都不会在最高这几天买 因为 不是 不是价高的问题 是因为它升得很急的 那 就 李宁 都上了榜 看一下李宁 又如何先 因为始终 李宁的规模 就比特部大 虽然 即特部 现在51倍PE 但李宁 始终规模大很多 它旗下有很多 除了自己李宁的品牌 都收购了一些外国的品牌 那 现在 它的PE 整个百倍 又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 你看到一些国际一线的奢侈品品牌 的PE都未到一百倍 作为一个国产品牌的李宁 过百倍PE 其实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 真的还有资金 最普通 相对上 如果你说是 拿着李宁都比拿着 刚才的特部 那 可以就 如果有货 可以放到87.2 做一个防守位 看到做了一个横行底 可以去拿着 如果有货的话 进入了竞价时段 恒生指数 报27,230点 跌28点 成交1,514亿 那就去过广告线 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大家的留言 白狼说 700,564元入是否要放手呢 看到很多 看到原来平时有 黑狼 平时有白狼 然后还有买黑狼 现在 现在 腾讯跌0.4% 换540元 现在 没跳定 那 多少 564元入 没有 你564入 你应该看完这一次 第一月头的底 525 还可以手下的 起码你不是差太远 你说如果你是一路 拿着横比较酸 那就算了 你刚刚才买博见底 你就放525元做止损位 尾市总算有跌幅缩窄 1799 其实这款近期都经常看 今天升幅了12% 我就没有特别推介这款 也是比较小的 和波动的类型 一天就升到12% 市值得64亿 Anna说什么位置可以入 如果你纯粹看位置来短炒 今天是突破19.94 但今天升幅太巨大 都不太建议入 如果是之前 因为之前都有货 有些观众 我想不知在哪里看 可以先上网22元 然后17.6元做止损位 这个其实就真的比较 会小一点 比较波动一点的类型 曾经4月29日 曾经有大成交出货 但现在总算是消化 在那里的沽额 接着909 萧妹说 909这两个月 每次跌到这个价 都会上回去 上次上38 今次会不会呢 哇 是呀 这个底 34.5毫半 现在35 你就看 没得猜会不会 暂时是 暂时站住 但如果有一天 它这个pattern改变了 你就要考虑 需不需要走人 36.45 做止损位 当然 如果你是持有很久 你可以看远一点 看大底 31.1毫半 接着是 2333 阿森就说 幸好昨天 上天没有振走 一股旧全价 是的 一直都升了十几百分 再上去看什么位 这个今早应该都有说过 昨天震一阵 其实是OK的 因为昨天 都有少少 预备 预备定 如果事情想起来 这些比较 就算强的股 有机会都跌了一份 预备定 看着26.6 做止损位 但是没事 现在就 大升了 破了顶 其实就 前途无可限量 再上去 31.8 今天突破过 但是未站得稳 但是其实美市都很逼近 高位收 已经很厉害 今天最高见到32 之后 其实31.8 突破了 就可以看到35 都是继续持续持续 有明天 或者这几天 冲得厉害 其实有机会回回 因为现在开始进入超买的阶段 但是 没有回都是正常 因为就算你回到十天线 就算你回到十天线 就算27.8 都仍在上升通道里面 接着 阿琛说302 1302 可以 可以 什么位买 302 其实比较超买的 不建议在这些位置进入 1302的话 这只相对可取一点 但是未破到顶的 可以放近一点的防守位 就是昨天收市位5.21 然后就先上去看5.7 5.7 接着就到了6元那些 5.98 6元那些历史高位 9939 阿仰华 9939 他就开托药业 62元有货的 等破顶还是走人好 那当然是等破顶 其实是否都破了 78.75 如果用收市计 就78.75 现在未市企稳 就创收市新高的机会很大 如果你计历史 即日中的高位 就是82 22 今天都创了新高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破顶形势 那当然是拿着 那个 环行大底 50.75 都可以拿着 不过有点软 但是你中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参考位 看区间顶 78.75 但其实回到去 又不代表什么 所以都是拿着 白狼说 13可不可以持有 不是 可不可以部署 2333 还可不可以持有 13可不可以部署 我今天都有在群组里说过 但是就不会买入这个模拟仓 因为市况比较不算很强 都不想买太多东西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部署 看64.45 就是之前的收市高位 那今天是正式突破的 即今天正式创了收市新高 所以你现在可以上网历史高位 就85.8 然后止损位置放在54.6 2333还可不可以持有 那当然可以持有 很强的创新高 接着Winky Ma说 2951 2951 2951负博7.6有货的上网和指示 现在8.68 8的上网 8.99 接着9.6 9.63 指示位就有点远了 因为它都升得急 7元做指示位 其实它都还行了大帝出来了 7元指示位 这样守住就OK了 3174 3174 南方医疗健康 没有怎么看这个 3195 那里面是8.59 是否是保存价 想分住买点部主 噢 它今天新出的 是因为那个ETF 分住买那 你不如等它 多少少的历史 那你起码设定位置 雖然這些ETF 你就不是看著它自己的圖 你看它自己的持倉 現在個別有些股份都 算是整股之中 又不算很明顯強或者弱 因為這個板塊都算偏強 可以等一等再部署 未必立刻買 因為它今天開市都向下 還有就是小心它 之前都試過的 有些ETF它伸出第一天 可能那個MarketMaker 不太活躍去維持價格 那你就要檢查官方網站的NAV 和顯示的價格是否差不多 有時差一點是正常的 但你不會差太遠 我沒有關注你今早不是錯 但你可以上它的網 檢查到它的NAV 但你見到今天它又不太受捧 開始向下 暫時可以等一等 我們請了 特別關於ETF的持倉 手續費、管理費 或者會不會有些轉倉 有問題 雖然應該沒有 因為它應該是實貨 不過我們都可以再問他們公司的代表 我們請了南方東英的Barbara 下個星期四、二十九日的收視市價節目 到時大家可以留意 到時大家可以留意 接著就來到1810 1810 小米要不要止蝕? 這個呢 28元有貨 這個呢 其實都是大家今天應該會有關注的問題 小米的指示位 應該是放在月初的低位 25.4元 所以其實現在就不需要指示 雖然就衰衰的 你最短可以看著26.9毫半 今天就穿了一點 最短的位置就是26.9毫半 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上回 接著3、4、7 3、4、7 3、4、7 CTK井 買入的是5.3毫半 要不要止蝕? 現在4.9毫三 再放一個大位 4.5毫六 雖然也是這幾天三連陰 衰衰的 不過可以等待一下 它不穿大底都OK的 8、6、8 8、6、8 順兒玻璃 Joey 32.7有貨的 支持位 現價32.5 現在最近看的支持位 或者指示位 應該看31.7 31.7不穿都OK 30.6毫半才對 不是30.6毫半 它當成30元 先看30元 如果它後市再破頂 其實今天的開市位 就是一個支持位 31.7毫半 不過我們現在先看30 因為這裏未確認造到支持處 你要破頂才會定義這個位 一個最近的支持 都是拿著它 現在因為都很逼近新高 逼近高位 剛才是1810 沒有貨就在問指示位 都是用月頭的低位 有貨就… 不 如果想買 我就建議可以等等先 如果它明天可以站在這裏再彈 開一支揚燭 這樣才考慮進去 暫時都不要去進去 那就是1548 看看先 1548 1548 好不好… 1548 好不好入 1548 那就是 Jacky 是否沒有Facebook 金絲水 都是一隻熱炒的高領概念股 甚至之前都逆市升 之前升得很急就不要入 因為升得很急就不要入 因為升得很急就會 通常會回回一些 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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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不要接著 你等它先回穩 現在呢 就看到31是有支持的 但是你看回它即時的反應 可能就未必落到這麼多 之後已經再彈的 但是都看回到時的情況先 那呢 跟著就是 1211怎麼看 哎呀 Brandon 1211 如果在港股的車企來講 那我就一向都是首選就是 比亞迪和長器 那比亞迪呢 前排就是因為被你錄減時 這樣滾了下來 那就穿216.2 如果現在彈回來 也都算是上回這個位 我覺得你有貨的 都是守住拿著先的 那可以擺 看到12805.4 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指洩位 那但是你至於說去到要買 那可以再觀望一下 那最好先站在238.2 就是破到這裡整個多月的阻力位 那才買 那就會比較好些 那Doris呢 就有兩隻深水 6060和1302 哪隻可以入 6060 今天一度上過 但是未算很有力 可以等下先 1302就相對 今天起碼開到陽速 比較有力一點 雖然未破到頂 那未破到頂 當然有個危機的 就是上市已經破不到 會不會真的 這個位置都突破不到呢 但是你看到 昨天算是有個近的 近的指示位給你參考 5.21 那你如果是很短線出入 不介意搏的 你可以用5.21 做指示位 所以就上網先看 先看5.7 5.7 其實之後就是破頂 那最後不如看溫姐這個 6098是否要走人呢 那其實6098呢 你看到 它那個橫行大底呢 其實就是 72.75 現在收72.7 其實是穿了 或者你可以當它有一絲希望 還有現在收了市 你都走不了今天 那你就看明天 如果明天看半天 都上不回來 72.75 你就走了它 那現在都 都是有這個機會了 已經是 那現在就 競價時段完成了 恆生市組收報27,224 跌34點的 全日成交1568億 那麼 剛才成家榜上面的股份 今天配股隻若明呢 就一般的 它呢 今天開132 現在就是收131.8 即是收了小音竹的 跌4個% 其他呢 就 搶氣升16個% 禁風利升14個% 信譽升6個% 那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那明天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 了解 這次的 是 一批 你 說 還 你 你 感谢观看